因為制度剛剛還實施的時候 他因為個案 因為制度 因為個案 看到了大彎 很明顯要行使 很明顯要行使 然後做政治操作 然後就恰使民進黨 你必須要跟他妥協 所以 從第一個來講的話就是說 他兩個案子提法 尤其 要再追加 追加第二個案子 外部就是政治操作對立 那 那現在就是更狠 那你再 要改為三色節 整個就是 有保護性行為 這是一個對於我們行使 大彎行使 同學的 上面做很大的侮辱 以及障礙 那這有可能整個 假如這樣一直對立下去的話 整個爆炸 但是我們先 我們先的體制 都摧毀 以及破壞 高度過幾天 那就是先這個 先這個難易的鬥爭 這個是於一個非常不可取的 我風險我們黨 要回復到一個 社會民意上面的看待 不要凡事難易鬥爭 做報復性的行為 那是一個很大的燈 那是一個很大的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